字幕君 李宗盛 哈囉 現在所有的好朋友 目前在收看的是2021年9月12號 在台中為你帶來的台灣女子 飛鏢全國巡迴賽第三站 我們在台中的慢條絲裡進行這場比賽 我是Cola 大家午安 在我身邊這位 大家好 我是狗熊 誒 對 誒 哈囉 我現在主播了 我現在主播了 好看 其實今天剛剛這位盧冠傑 也是在這個機台打的預賽 他其實今天狀況不錯對不對 對 我認為他的出標的穩定性還蠻好的 對 他應該是波哥的選手嘛 對不對 厚不大指的 對阿 這個相當不錯 他今天應該是爸爸的阿蘭 對 看起來年紀不大 應該是爸爸 你看他出標架標還有他出標Tayback 這個穩定性都還不錯 他是兩指耶 他是兩指 他是稍微中指有抵到一點點 有點像AQ-9 有一點點 一點點像早期的AQ-9 AQ-9握比較深 對 但是 我們現在大概沒辦法分出來 對 他握得很淺 他只有手指頭很輕的去夾著標而已 對 但是因為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他Tayback非常短 因為他會這樣子 他拿著標的穩定性會高一點 如果他縮得很深 他其實也不需要縮得深 因為他其實要打的角度比較大 應該這麼講 應該這麼講 因為他掌心往前 我們人體工學就是 你掌心往前 你的手肘 你的手肘往後Tayback的時候 是沒辦法很深的 你一定是全眼向前 才有辦法很深的往後縮 所以你看Riden丟法 Riden丟法他就是 就是屬於掌心往前 像投籃球一樣 那種那樣子的動作 那他的Tayback 他本來就是會短一點 他沒有辦法 因為你們可以試著試試看 你們掌心向前 往後是很不舒服的 因為這其實 就動作上面來講的話 這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習慣的方式 當然 但是人體工學是 不可能可以違反的 這是事實 我們在學運動的時候 就是人體工學它就是無法違反 除非你有軟骨 你有特殊的技能 但是你一般 我們雙手垂直往下擺的時候 你就是全眼向前 你不是掌心向前 你不是手背向前 你雙手手掌放好的時候 立正站 你垂直輕鬆放的時候 你就是全眼向前 大拇指往前 這是正常的人體工學 所以沒有人會違反 但基本上來說 沒有人會違反 對 因為這東西跟人體工學 其實人體工學是人因工程 是 從人因工程的角度 其實這還是有一些 基因的差異 它會有一些些微骨骼不同的 沒有 所以我有講 除非你有一些 跟人家不一樣的構造 不然的話 你大部分人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構造都 會不一樣 對 因為我有看過 那個 就是它是掌心向前 可是它 它 它可以縮到很後面 因為也是有的 你掌心向前 縮手的時候 你要縮其實 呃 它會應用到更多的手腕 還有手指頭的應用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 每一個選手 像它的現在的PowerLine 可能 如果從 宏物從一的主體四分隔來看 它可能走的是B2 因為它的PowerLine 是這一條 對 沒有錯 但B2或者是 可是A1也是同一條 就幾乎是同一條 但該怎麼講 因為 其實我不太會去管 A1或B2的問題 就是我認為 應該這麼講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 他的各自習慣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去看PDA 這個PTC的時候 哇 這一標 這標紅心掉了 一個派區的距離相當大 對對對 那因為目前是41對58 這分數相當接近 基本上如果這一標沒有做到牌 這個 48分應該是在射程範圍內 對 這理論上都是要截標的 對 哇 哇 用8分50 這就是緊張會掉2公分 會掉2公分 對 這個緊張會掉2公分 這個病 基本上大家都會有啊 超難可惜 好 麻煩選手 陳錦 到3號 請來 麻煩選擇 請回來 請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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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節五十分 我們把時間留給他 這個 我覺得是黑的 又掉兩公分 這一次大概是掉兩格 但還是有機會33分 那他一定會很努力的打高 那還是掉了 這東西我們還要去考量到 他是會屬於左右一位 還是會轉身的選手 因為你轉身的時候 路徑變圓 他也會容易往下掉 理論上是 那就是看你的練習量 對 要看練習量 這節標真的很重要 對 如果旁邊的材質不好的話 這把已經打穿了 郭冠傑 1比0 暫時領先 港幣 楊 藝文我的是秀 döldudzu 你現在收看的是 Black Sheepips벌xement 可惡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盧冠傑其實在打紅心時候的殺氣是很強的 但在Criket的時候是不是能夠把位置一樣的轉換到該有的位置 這其實就是跟第一個練習量跟平常有沒有去練習如何轉換他的動作 因為你可能這個姿勢打紅心打20特別順 但是你換了一個位置換了一個角度以後是不是還可以維持住 這其實就是關鍵 這東西就有點像是我們今天早些時間在討論的老鼠是一樣的 有一點這樣子 對 就是我最近覺得紅心無敵紅心跟大海一樣大的時候 Criket就不知道飛去哪裡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狀況 這就是在你同樣在練習的時候 因為你打上面 中間 下面 因為角度的不同 它的距離當然也會有不同 那你的出標是不是飛行穩定就會影響到你標是不是會有一定的正幅 你的正幅當會跑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怎麼丟都正好擦兩格 跑到外面去 可是當你的飛行很穩定的時候呢 這個問題就可以慢慢的被改善 但是飛行穩定它攸關到很多細節啊 就譬如說你的小肌肉控制不要太多了 就手眼協調嘛 對 就是這樣 你可能手指頭也干擾到了好不好 那因為這些小肌肉我們很細微 我們比較沒辦法控制 一開始是控制 然後再加上 第一個可能平時練習跟訓練強度有沒有這麼強 然後加上你緊張 緊張一定是會有 緊張的踹去 本來我都抖兩下半 我現在抖了三下他就出去了 就低到腳上這樣 像鄭義盛 好不行我們要回來 對啊 因為其實在那個鐵幕之下 鄭義盛是沒有辦法看到直播的 可以啊 他是用台灣的漫遊 真的啊 好 他其實也沒有很關心我們 對 沒關係 那當然 線上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多關注一下飛鏢這個活動 因為在這個疫情之下 其實所有的飛鏢店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不只飛掉 大家都很辛苦 對 偶爾還是要吃烤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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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魚的包裝真的很厲害 那個 就下點功夫嘛 用點心就可以了 對 我們回到這個比賽 目前兩個人的MPR 其實看起來都不太妙 但無論如何 盧冠傑還是領先100分 但打19 跑到了19的Double 真的狀況不太好 王志平 王志平 請示六號機台 對 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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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ps的綿扒 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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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青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兩個人在這個回合突然間就慢了下來 看起來Quick打得不是那麼拿手 當然可能也還是跟疫情有關係啦 就是大家可能最近練不要練得不太夠 但我們相信在直播的機台上面進行比賽 多多少少還是會對手感有一些影響 有可能 可能會稍微緊張一點 因為有鏡頭在照嘛 而且要想著親朋好友親情五十 朋友八十 大家都在看 隔壁的阿姨今天晚上回家還會問你說 為什麼沒有打中 感覺你好像在賣海產這樣 我如果是丟丟妹就好了 你就開藍寶基尼了好不好 對對對 但我們還是要盡可能的喔 把MPR做到1以上 要不然感覺起來就像視力一樣 這個數據 你可能要戴眼鏡 你可能要戴眼鏡 我只有芭拉一粒阿 我只有芭拉一粒阿 王之平 也是六號進來 大會第二次廣播 好,這場32強的比賽,由梁文晶對上盧冠傑,雙方比數140對54分,盧冠傑取得了相當的領先 而且在兩個人手感都不是很好的情況之下,他還是穩扎穩打慢慢的把分數拉開,而且mark一個一個的佔領 其實就整體上面來說梁文晶的手感其實沒有到非常差,大概都還是在上上下下一格的位置 但說真的跟過去的他比較起來是有一段差距 我看他打標沒有看很多次,對,那我記得他有一定的水準 那可能是疫情的關係,練習量也比較少一點 因為像他在出標,感覺上比較大的一點,像甩出去這樣 那這個可能練習不夠的話,落差可能會稍微大一點 其實很明顯就是小肌肉失效,用大肌肉去膩膜 但精準度就沒有這麼高啦 但相較之下我們可以看到盧冠傑 其實雖然他的quiquette沒有像01這麼靈驗喔 但他畢竟還是有一定的練習量在 所以他的手感一樣有維持住 上飄下飄都還是在紅心的範圍 可能在接下來16強就不會有很好的表現 現在32強,其實強度還沒有這麼強 加上今天又是颱風,哎呀 這2點多後面要打會有點困難 好,我們休息一下 跟精采的比賽馬上回來